观众朋友五安 欢迎收看股市风神版 我是Zoe 赶快来欢迎冠军五连霸分析师 永生国际投股副总 许峰璐老师 老师好 若宜各位全国投资朋友 大家好 今天是12月7日 星期三 台股加全指数开盘14708点 那我们看到美股是连续大跌两天 今天台股也相对是被拖累走跌 那不过今天盘面上热门话题 全部都在讨论台积电 这个遗迹典礼 那不知道接下来这个行情怎么看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资金 好像是很努力的想要拉台指数 变成都是在出中小型股 所以散户投资人都是叫苦连天 那接下来这个行情趋势 不知道怎么看呢 我们请教冠军分析师 其实今天真的是 让大家觉得好奇怪 指数好像跌不多 对 但是觉得股票跌好多 绿油油的 现在变成是利空会很大的反应 利多又不反应了 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 已经来到了15000点 我说过这一波是一个无极之谈 那无极之谈谈上来 谈到一定的一个位置之后呢 主力还很开心的在到处拉台股票 但是你看美国股市里面 他们最近传出来的新闻是 这个大咖都看空股 美股啊 他现在其实是先把股票压下来 为什么要先压下来 因为报尔最近在谈话的内容里面都讲 哇你看军事数据又这么好 对 那可能还是要怎么办 积极升息来打压 所以你看纳斯达克这一波又开始弱 我说这一波如果要真的涨真 真的完全让大家可以很开心的 一直赚一直赚的一个股票 你一定要等纳斯达克冲上来嘛 因为他跟我们台北股市里面 中小型股的联动比较关系深 那费半当然也不错 可是今天短线上来讲 也就是台积电装机了 拜登也来了 那是不是有人提前拉台就提前跑了 对 所以现在就是变这样了 还是一样跟大家来报告 利多在高档的时候就要当利空来用 就准备下车用的好不好 财报出来很好 今天没有好多股票财报好就开高走低 对啊 有那你要看到位阶高不高 如果位阶很高那当然开高走低 那如果位阶很低它会怎么样 继续攻 好不好 这个节奏可能要根据个股的一个行情 再来做调整 那简单来讲我觉得今天这个盘 还是一样内外资对作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外资其实只要美股跌它一定会怎么样 它一定会卖股票嘛 所以它一定是卖 然后你看 你在看到内资的话 它还是在挑个股在做 但是它有时候会不敌外资卖压啦 今天就是内资想要拉 所以今天盘中是不是有一段 急拉很多股票都急拉 对啊 急拉下来之后又被外资给你倒下去 原来是这样子 那今天晚上美国股市照逻辑来讲 应该还是整理啦 是 还是整理了啦 因为你又一个连续性的价跌之后 你应该是要先整理完之后 最起码先止稳不跌 你才有机会往上攻 这个是我认为现在 大家在做会比较辛苦 那当然咯 你还是可以根据你手中持股的位置 跟你的部位来去做调整 我相信今天很多股票 急跌的下来过程 有些它是被人家拖累 有些是被 这个外资整个的一个操作者 我说卖操 但终究来讲 他们现在这样子的压 压到一定的日子之后 就要开始全面拉 哪一天 12月14 我说过上半月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那下半月就要看 那接下来的胎子期货结算 还有就是这个费得的一个内容 那既然14号它就要升息 只要14号升息确定是两码 那这个行情就会继续延续到过年前 就是农历年前了 来 那当然今天还是一样 我们最后一天送资料 希望大家好好来索取好不好 耶诞大理 2022年的耶诞大理 作战行情全解析 就像老师讲的 我们要把握这个行情 其实在 如果确定升两码之后 这个行情 诶怎么看 我们接下来要买什么股票 那个时候再早就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现在一定要先做好准备 对 先做好功课啦 因为最近的个股你会发现一个涨停 马上隔天就一个跌停 对啊 怎么会有这种行情 那就表示现在市场的一个持股信心不足 是 可是每年的第四季到隔年的第一季 基本上就是准备做梦了 对 就是做梦行情 但是先做账 之后再来做做梦 那现在很多股票持续在做账的一个 在最后面它会加速做 那我刚才讲到一个12月14号一个关键 是 它只有确定升两码 你觉得指数会不会涨 会啊 应该指数会涨 对啊 那现在压回来 假设这一波现在已经来到14600左右 对不对 是 再往下走应该照逻辑来讲 每股都已经跌破月线了 我们也有可能跌破月线 嗯 好 但会不会来到季线14000 嗯 几率很低 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说 会有一波在压回无稽之谈嘛 对 但还没有到那时候哦 是 请记得哦 我说的那一段还没有来哦 那一段会等到这一波冲过15200附近 再回来 那才是真的 另外一次的一个大压回 所以最近的一个指数就算这样跌 其实盘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还是有人在顾嘛 盘中还有翻红嘛 对不对 是啊 好 那所以你就不用太担心 那反而是你要注意说 最近如果压到14500点以下 嗯 应该是积极再去买股票 就会更积极一点 那手中如果股票现在短线上 一定有压回有修正嘛 是 那没有关系 只要它的基本面支撑得住 我等一下会用几个股票 来跟大家做做分析 好不好 那当然哦 现在赶快把这个资料带回去 那等到最近时间 当这一些的一个集团股 它有压低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分批的布局 因为14号 逻辑上应该也是两码啦 是 所以照理来讲14号只有会急拉 嗯 指数就要走激行军了 好不好 好来 风鲁老师 今日日报台股台唯一 五连霸冠军 5G冠军 总计下有219% 单季最高112% 嗯 那我想第四季现在很多股票 其实 我们这里跟大家讲 会有倍数的股票嘛 是 确实也出现蛮多有倍数的股票 没错哦 好啦 他们已经有倍数的话 你就不要过度去做追高 好 但是你要去看哪一些是长线 市场都会认同的 好不好 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 扫描QR Code FSB688 加入我们 每日的早报操作的提醒 包括研究报告都在里面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用 透过这一个Light的一个 平台来跟我们做交流 是 那当然也可以在这边索取 这一次的一个集团作帐的一个标的哦 好 那YouTube的一个观光频道 也请大家扫描QR Code 订阅点赞分享 让更多人看到 我跟肉依所持的股市通声榜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节目来 增强您的血股策略 操盘技巧 当然内容是每日只要有开盘我们都会更新 好来 这个美国通膨其实 就是基本上这个就是未来真的有机之谈 它会慢慢的什么实现 通膨是今年比较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 不是比较大 那这个问题正在被解决 正在被解决 那你要等到解决完之后再买股票吗 来不及了 当然来不及嘛 对不对 现在一谈就谈2500点 当然从年初跌到6000点 谈了2500点 就短期的指数空间来说 我认为还有一点点空间 但它如果一压回之后再往上走就会有 那通膨这些问题会解决 然后接下来就是整个库存调整会解决 那再来就是运费也解决 那这些问题是不是全部都解决 对啊 那中国只要一解封 供应链问题也解决 那明年一定比今年好 对 对不对 那大家就要有期待 我认为股票不是做一天两天 股票一定是做一个什么 一个大的一个循环 更是说股票是你的人生 你每天都要用钱嘛 对不对 那也每天都要赚钱嘛 对不对 那股票你只能只做一天还是做两天 还是你每天都金日市金日币 天天当充 哇 今天如果当充 压力好大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我昨天在一个群組上看人家当充啊 当充那个生计股 哇生计股最近的波动都很大 对不对 很大耶 像昨天的合一 创新高之后反而大跌 是 哇我看到那个当天这样子就有朋友啊 上一次我甚至跟大家讲过 当充合一一天就输600万 因为它的一个量很大嘛 是啊 那也很好充啊 对不对 然后充来充去就充成丑 我会跟大家来建议哦 生计股你在操作真的不需要去压身家 你不要去压身家 尤其是它已经很高的时候你也不要去压身家 价格便宜的时候你长线来讲 它只要一支要出来 基本上这个股价就会 从两位数变三位数 那如果这个要又很强 它的三位数会从100变成300 变成500都有可能 对 好不好 但是如果300到500 你要再去压它变1000 这个风险就很高了 是 好不好 那当然咯 当它来到300 500的时候你能做的是什么 真的就是 爱玩的就是短线去萃啦 但是你要有很强的执行力好不好 好 那这是我跟大家提醒这盘中上面的内容 好 那华尔街日报已经告诉你12月升两码 12月14号 请记得 是 今天是12月7号 那就下礼拜了 没很久啦 对 好不好 下礼拜它只要一确定升息了 那报尔就会重建它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信息了 因为市场 大家都觉得你讲话就不算话 对啊 本来5月说不会升三码 6月就给你来了 对不对 那这个是它必须要证明自己的地方 那只要一旦是升息两码 那基本上 那美国那些投行 我觉得他们很爱放话 他们现在都讲不好不好不好 所以 就觉得股票烂嘛 对不对 要赶快卖股票 不好不好不好 都在裁员 当公司都在裁员的时候 股票反而应该要涨才对 为什么公司裁员股票要涨 减少支出了吗 对啊 我已经减少支出了啊 而且我这表示我有认真在做调整 对 对 那这个应该是要涨 可是他们现在用这个理由说 你看 经济不好他们都在裁员 对啊 重新经济不好都在裁员 股价早就已经跌到地板了 对啊 其实股票早就已经跌到地板了 好不好 那市场押注明年费的Q4会降息 其实 会提前一季嘛 对不对 现在还到明年 我觉得明年第三季 它就会降息了 就会降息了 好 那个 你看费的明年季率升破 又开始在讲 又开始念念念 你看这个脸 哇 这个真的很像慕斯啊 看到他好像 好像就觉得心情不是很美丽 好啦 那我想 先把股票压下来 是 才不会再升三码 只要从三码变成两码 那就是积极讯号 股票都会领先啦 好不好 哇 这个台积电美国设厂 为什么供应链普遍下跌 对 今天看到有很多商品在吵论 因为这就是利多题材嘛 是 我问各位 我设厂是今天才知道吗 之前一定就知道了 已经知道了 今天是什么 今天是设备进场嘛 移基典礼嘛 我设备进场了 是 那是不是我这些营收 它可以拿到设备 那是不是我的营收已经认裂了 是 那我营收已经认裂了 假设是设备 那我营收已经认裂了 那是不是已经反映在我的一个 那个财报上面 对 那你用这个题材 反而就告诉你说 我现在大的设备出了货 那接下来就是后面的一个设备 就慢慢再来进 那短线上是不是利多出进 是 所以今天又美国盘又跌 它当然怎么样 冲高全部回落 嗯 那不仅是设备 供应链也要 原料也都一样啊 它就会同步这样走 对 这个就是提前拉抬嘛 是 你没有发现前两天 就它就是一直轮 供应链强的先涨一轮 到最后轮到之前跌最深的 像中沙前两天供到涨平板 对啊 然后呢 升阳半也大涨 是 可是涨完之后 当你确定 你就知道今天 人家真的要去移基的时候 它反而今天就开高走低 嗯 都一样 那今天也有很多公司 它供不营收的时候 开高走低 那这就是反弹幅度够了 嗯 我了解 好来 台积电东晋拜登有这样谈嘛 对 扩大投资哦 大家现在想说扩大投资在400亿 其实台积电的供应链这些 长性一定都会好啦 是 长性一定都会好 但请在它股价 押回缩量再买进 哦 好 现在的一个 问题是在于说 市场的资金真的很有限 就一套钱 嗯 那一套钱就看它要拉 谁比较好拉 他就去拉 是 那市场认同才会拉得动 好 那这一边 上面套牢太多了 嗯 所以它不容易全面的拉出去 好不好 大雄指数跟大家来讲 这一根长虹已经被吃掉了 一根长虹 哇连续用四天 基本上都是下跌 虽然它是红K啦 那基本上其实都是下跌啦 对 接近下跌的一个走势 回来到这里 那这个我们说过这里不能破嘛 现在的资深点在这里 这里如果破就是 回来这一个平台整理啊 会不会回记线 不会哦 嗯 这个这一次不会回记线哦 好 先回到这里 再创高之后 才会回记线 好 请记得哦 会 来到这里点到了 照逻辑来讲 你是应该会来点到这里的啦 这一个颈线位 这边还有一个小颈线哦 这里还有一个小颈线 这里 八成是会来啦 八成是会来 好 来了之后呢 再差一点 顶到这里之后就会弹 就会开始往上走 好 那这个就是没办法 这一段的幅度跟这段幅度 我说很接近嘛 那实际上 他比较可惜的是 他在这里面再往上攻的力道很有限 很有限 好不好 所以他 来到这里修正 台股也会修正 到穷一跌 外资一定是卖潮 今天跌的主要原因是这个 那达克你还回来 哇这一根长红 顶到 哇又用四天就回来 回来这里 那这里还是不要破啦 我们希望他不要破 因为他破的话 对台北股市的一个中小型股 的压力会很大 是 那当然关键还是谁 还是特斯拉 车用股这两天应该要再转强 好不好 费城半导体指数也是嘛 顶到这里 我们说过 画了一条线 这就是压力区嘛 接近压力区就比较容易做压回 你看有没有对上满足 这一段 这个有点超跌嘛 从这里上来到这里 这一段的空间跟这一段的空间 其实很接近 这里就是头部啦 好不好 你们用这个来去判断 就比较容易判断这个 这个指数的压力 来 美元指数下探域5个月星期才再讲这个而已 对不对 对 然后我说这个其实基本上105以下 104 到104中间都是可以 就是什么 都可以去布局了 对 可以开始布局嘛 我们也没说错嘛 顶 这边在做震荡 那他真的转强不是105喔 他转强要站上106喔 有没有看我画的这条线 是 他现在有没有过去 还没 还没有啦 他顶到之后啊 大概美股就跌完 我的判断啦 了解 顶到之后美股就跌完 台股的指数大概往下的空间就不大 那股会双杀 昨天跌200多 对不对 那 新台币重扁 来 我怎么跟你讲 这一段下来 大概要等于这一段 对 那最好的 最最最最多的情况是在这里嘛 那这一段就是你要再涨 那你只有这一段的话 这是台 这是台币 可是 加权指数的一个高点 会在这里 他来到这里的时候 会来到高点 那你如果看到这里 其实已经很接近对不对 是 那这两天是不是这样上来 对 好 最坏的情况下 来到这里缺口补完 这里有没有一个缺口 嗯 有看到齁 有 这里一个缺口喔 对 这缺口补完之后呢 逻辑上 大盘就已经什么 又修正结束 要准备往高点走 那来到这里 请记得 当你看到哪一天 新台币 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这一次的反弹 就正式结束 嗯 然后接下来你就要先空手一段时间 让很多股票先去做落底 好 好不好 这个是先跟大家做报告 好 来 热钱大爆发 你看上个月 其实上个月真的很多 可是这个月都在干嘛 都在跑了 对啊 这个空头反弹 有没有很快 有 我看9月跌一个月 10月跌一个月 而且10月的跌是下半月加速跌 真的 很多股票都是10月下半月 开始用力杀 对啊 杀完之后呢 2500 杀了那个 又杀了2000多点嘛 是 大概2500点嘛 那这一次也大概就反弹2500点 嗯 但今年的 明年的这个台积电我们说过 你要看明年能不能够 再创 创指数创新高 看起来明年是没机会 嗯 现在普遍落在16600点 16000点上下 是 那你如果说16000点上下 现在14600点 对 那 如果它能够再压回到14500附近 然后呢 再谈一个 再谈到15300 5400 那这一段就是你可以好好赚的那一段 哦 然后接下来才会再一次到哪里 嗯 到14000 嗯 基本起跳 是 那一次我们要避开啦 好 好不好 那我们有什么避开 用部位管理嘛 是 来 今年都出现AV AV盘 对 又A 又V 又A 尖头反转 对 V型反转 是 AV AV 对啊 今年的一个股票市场 其实真的相对比较难 是 它都比很平顺的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 一路往下走 对啊 冲高了之后你一追 你觉得OK 创高A突破 它就反向做头了 是 你以为完蛋了 它又给你V转了 嗯 真的很难 对 持股部位我认为 接下来应该是 持股在5成到6成之间 是 那 请记得 我们说 它再一次 往下走的时候 你持股可以增到8成 嗯 但是你的个股一定是分批买 是 你不要一次买一买 分批买 什么叫分批买 我如果看好这张公司 好 那我 在它拉回到第一点 啊 五日线的时候 我可以尝试买进 一个部位 它如果再跌 十日线再买一个部位 嗯 月线再买一个部位 季线再买一个部位 可是季线都跌破 你就不能买喔 是 好不好 有懂吗 那通常你不会这样 不会 不会这样子一路下 因为这个是一个空头走势才会 现在不是空头走势 现在是多头 那个 空头反弹里面的一个多头修正 嗯 好不好 这个数浪 大概就是这样的数啦 这个比较复杂 那你记得 这边只是涨多的拉回 好 这一波的反弹还没结束 好 那指骨部位 你记得 接下来你应该可以慢慢从五六成往上撑到七八成 嗯 那你记得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喔 台币跟美元指数 只要盯着这两个 你大概就知道指数怎么样走 好 那指数的话大盘也就是一万四千五附近 差一点到一万四千三 好 那差不多也就这样 好不好 土阳对座你来看 这里是不是前面的头部局 没错嘛 对 跌跌跌跌跌 回到这里我们说 它来到颈线的位置 这是第一层嘛 是 这是第二关嘛 来到这里喔 最差就来补权 会不会这次直接来记线 嗯 不会啦 还没有到齁 这波的反弹 还要再去挑战一下这波的高点才算结束 是 好 这是指数的一个部分 所以内支期还会很积极在做布局 贵买的部分 比较可惜齁 昨天拉回之后今天又拉回 不过因为用空间换什么 换时间 再往下来的空间不大了 最差的情况也就是再一根嘛 对 对 下来之后又会怎么样 然后再走邪恶的第五波 是 这一浪就会是什么 最 后面那一浪就会很多股票是用喷的啦 你会发现最近很多股票 中小型股票喔 它一弹就是10% 对啊 完全不回头 一下就喷两根 但它喷完两天之后 它就怎么样 它又马上不见了 对啊 所以你只能去提前卡位布局 不可以怎么样 不能追高 不能去追高啦 好 赢家观点喔 今天的盘面很特 很明显的现象就是 高档股拉回嘛 是 等比误误反弹 好 那等到这些才在底部股票 都一起涨上来之后 它才会大家一起再往上攻 那我认为盘面上啊 在整个的一个圈子股里面 我认为大力光应该会变成一个新主流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它公布了11月营收在高点 对 然后它跟你讲说12月就开始衰退 老实数 老实数 利空却不跌 对啊 但它是一个观察指标 不是让你操作的 我们等一下跟大家报告说 它旗下的一个 如果从集团作帐的角度来看的话 谁回家容易做作帐 好不好 那车用股当然今天有一个 很要我们的老朋友补涨 对不对 我们再来去观察 来盘面的一个高档股在补叠 你看这里是不是一个头部 对 这里是不是就像是另外一个头部 那因为这家公司 其实业绩第四季这边掌握 大家市场知道是非常好 但是请大家注意 它在这一边 这里啊 高档你去买一定不容易赚钱 是 这个股票哪里可以买 这里站上季线之后 这里才是买点 这里才可以买 你到这里买你就很容易输钱 这里你还没有办法去买 你只能等它这一根爆量之后 爆量之后的第一个买点 爆量之后休息整理不破 这里才攻 走的是这一段 走的是这一段 那过际线 跳空越过之后再走第二段 这里就是什么 相对高点 好不好 所以今天在跌的是谁 高档股休息 要把钱退出来 创意 看这一波上去 这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因为它是创新高 对不对 然后走到这里来 这里都不是买点 要休息整理 但它也没有破坏整个多头结构 没有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牌也没有很差 没有 也还没有破坏多头结构 是啊 这个昨天还在创新高 这个前天创新高 那今天也拉回来 多头结构也还没有变化 但是请注意 它这里 已经顶到这个位置 所以如果明天再一根 那理论上来讲 这种算是一根的长黑之后 明天是应该要 怎么样 如果再跌破今天的低点 是 超过3% 你要先测 因为这里啊 是一个支撑点位 嗯 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线 它不能跌破这里 不然一跌破它就回来哪里 回到这个支撑区了 好 好不好 那是高档的 那这个也是反弹过去 这个像金锁 这个也是反弹到压力区的嘛 是 对 但这个股票 我现在要跟大家来讲 它涨 反弹的这一段 是跟着大盘一起谈 没有问题嘛 是 修正本益比嘛 是 因为大概前三季大概就赚了16块 对 那全年大概有20 到25块 到22块 22块左右啦 那22块 那以最低拉到270 谈了一段 那今天其实它没有很 没有做什么修正 它是新的 可以说归类为叫做 这个 中国解封概念股 是 就是隐形严禁嘛 那这也是我们台湾的解封概念股 因为我们现在不用戴口罩 对 前一段时间有一句话就是说 口罩之下无丑女 有没有 对 口罩之下无丑男 每个人戴口罩都变好看变帅 对不对 是 变好看变帅 那现在口罩要拿下来 对不对 那本来戴了大眼镜 现在就怎么样 想把眼镜拿掉 要打扮了 所以这一段是这样长 但270 低点 弹到420 休息下很正常 可是这一段是谁买的 投信基底座在买的 所以12月他会一路做 是 那这有机会把整个带动 因为有一档公司叫市养 刚刚挂牌 挂牌大概在260块 250块左右 然后呢 到今天最高顶到338 那短短几个家又涨很多 等一下刚刚跟大家讲 但是呢 它今年大概13块 已经来到300多 那金售大概22块左右 那现在400多 那这个是隐形眼镜 这个概念你要先清楚 这是一个题材 那技术面上的话 这个叫做什么 咖啡杯 嗯 这是不是一个杯子 那这个是隐形眼镜 哦对 这是一个把手 是 把手拿起来之后 这里其实是买点 好 那拉回来之后 应该还要再继续供 是 好这个照理讲 这里虽然有套牢区 但是因为量不大 那资金如果转进过来的话 它会变成另外一个主线 是 好这个你先注意 我认为它也会变成一个 新的一个趋势 好 那是一样就刚刚所说的 这个是新谷挂牌 这一天挂牌 直接过季线 就把整体的隐形眼镜 都往上拉开 好那 隐形眼镜的本益比 大概落在12倍到25倍之间 是 你用这个数字去装 12倍到25倍之间 好那它今年13块 那13块你给它20倍就好了 就是260嘛 对 那加5倍 加5倍就 好大概 大概300块左右 我觉得它的目标区就到了 是 那已经接近的话 我就比较不建议去追 虽然说它看起来这个 过去之后就变成筹码战 就是筹码战 那还有一个就是大雪光 那 这里面我看位阶比较低的 应该会是大雪光比较低 是 首先它是300块跌到 跌到200多块之后就直稳 它只有跌130 那可是呢 金硕它是450 跌到270 它跌的幅度比较大 是 所以它上来时候 因为虽然量也不大 可是它在这边会纠结 会整理一下 那它们是隐形眼镜 但大雪光它是所谓的眼科嘛 生衣的一个概念 虽然它赚的没有很多 但它本益比给的比较高 市场给的本益比较高 再加上它的一个筹码结构上面来讲 这一波的下跌 其实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有 有被守住的啦 所以它这边才刚刚过季线 那过季线 过季线之后呢 这里站稳季线 爆量之后 拉回整理 今天大盘弱 它不弱 请大家注意 扣底在哪里 扣底 在这里 季线的扣底 所以季线未来 会一路有一个搬运的时间往下走 那这个要一个搬运往上攻 它已经涨到这里 但其实低档大概250块左右 那上来这边 低档230 那这里涨的幅度相对是比较小 那这一个底部的时间点 跟这个头部的时间点 已经配合了 所以这个要去挑战前高 会比较有机会 它会比金 金硕 金硕快一点 那释仰已经在高点 我们就不建议大家去做这一讲 那当然喔 大力光这个强势整理喔 前望式镜头 明年要大改版 这是为新的一个高毛利的产品 所以你看它一根长头 有利空它不跌 这个是不一样 但它太贵了 不可能去操作它嘛 它的一个转投资 就是如果说在集团做那种带动之下 这里啊 本来就强势整理 哇 这里被超跌之后 这一个碗型已经确认了 那今天在这边做强势整理 随时有机会攻过去 是 它只要一过这一个 这个高点 这个高点就会过 那这就是一个突破 那当然最低的一个横咬 这个底部也完成车用嘛 是 对不对 它等它今天 反而大盘在弱 它开始转强 今天顶到季线 我相信应该要公布财报 季线的扣体在这附近 在这附近 只要它能够直接拉出场红 先来补缺口 是 好不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布局2023年的趋势股 你要留意押回的买点 回档的时候要赶买 那当然 欢迎大家赶快来电索取 这个耶诞大理 作战行情的一个 这个全解析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赢得胜利 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也预祝大家明天操作 顺利愉快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仲import 还可以 故事 优优独立投资刺 优独立